梦中被杀的少女竟然一比一的在现实中重现 失忆的记者卷入吸血鬼德古拉灵魂杀人案和老楼干尸案 她似乎离真相越来越近 她似乎看见了凶手 隐匿于兔子面具下的神秘人到底是谁 预测死亡的兔子是否真实存在 真相又到底为何 中海老师一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雨晨的悬疑惊从小说 预测死亡的兔子 最近几个星期的主题一直都围绕着沉重烧脑 今天就来点轻松刺激的 去年还是前年刚读第一本书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一丝丝的防备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哇国产悬疑惊悚 小说已经翻展到这个地步了吗 就是那种离谱中又带一点上头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作者的脑洞可以说是九曲十八弯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作者写不出来的 预测死亡兔子这套书我追了很久了 今年8月份出了第四本这套书算是完结了 精彩程度我觉得是低增的 这套书主打的是沉浸式剧本沙体验 连书中的赠品都是和内容相关的推理游戏 由于内容非常的长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第一本书中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故事 点赞过签的话就继续更新这个系列 但由于视频时长的问题 一些内容不得不被删减 故事的悬疑感惊悚感肯定会有所下降 就当我是抛砖引玉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读原作 OK两个小硬币我们先来听故事 故事要从我们海马体受伤的记者吴凡开始讲起 海马体就像一块砖啊 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在无记者可怕的噩梦中 一个女孩被残忍的歌喉 惊醒后她发现自己的人生 在快餐店被重启了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做了什么都一无所知 这时候她身边放着一个手提袋 袋子上印着一行英文字母 MEDEA 而袋子里装的竟是一杯星红的人血 身边的一位女子自称是自己的女朋友 她叫白若琳 据她说自己叫吴凡 是江州晚报法治频道的专栏记者 一年前因为车祸 海马体受伤 所以患上了失忆症和梦游症 吴凡的脑子中除了那个可怕的噩梦之外 还清晰的记得一串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 欧阳珊珊 她先确认了这个电话号码 确认之后发现 电话号码的主人是江州市刑警支队副队长 傅雪芹的 既然对方是警察 吴凡就在电话中 一五一时的把梦中那个杀人告诉了她 当然了被对方当成神经病挂断了 吴凡利用了记者的身份 查出了欧阳珊珊是江州市第五中学的一个学生 了解之后发现这学生也不是一般人 她是一个成绩排在全市第一 智商高达175的少女 死者是美容院老板王威 她的死相十分的诡异 尸体面对的梳妆镜 脖子上有一条横罐左右的巨大伤口 现场除了一条廉价的白色手串之外 没有任何贵重物品丢失 警方排查了她身边所有的作案嫌疑人 发现他们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看到死者的那一瞬间 傅雪芹脑海里突然浮现出 昨天给她打电话的那个奇奇怪怪的男人 尸体的样子和她形容的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她和案件相关 但是调查了物犯之后发现 她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线索中断了 这场凶杀案轰动了全市 吴凡当然也听说了 吴凡作为记者 为了得到一手的消息 也为了查清自己和案件到底有何关系 她就想偷偷潜入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可是当她看到美容院的门头时 就惊得一身冷汗 美容院里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MEDEA 原来那个装着人血的手提袋 就来自自家美容院 在现场遇到同样来调查的傅雪芹 两个人都被对方吓了一跳 但是吴凡就在这时展现了她惊人的犯罪测血能力 让傅雪芹刮目相看 于是就默许她参与了案件的调查 这个雄友非常的诡异 被害人死前并没有被性侵的痕迹 可是警方却在尸体面对的镜子上 检查出来了惊液的痕迹 犯人似乎很享受整个作案的过程 在尸体的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印有纯印的杯子 杯子里残留的液体经警方化验之后是人的血液 马医尸检之后还发现尸体少了一部分血液 那部分血液去哪里了只有吴凡清楚 另外再加上死者的伤口 一刀致命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而且再加上凶手整个作案过程都在黑暗中 吴凡就分析犯人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并且刻意把自己塑造成吸血鬼德古拉的人设 杀人还要塑造一个人设 大概率他是一个反社会型人格的变态 一般这种变态他都很享受作案的过程 他都会在现场留下一些痕迹 于是两个人又一次的调查了犯罪现场 这时候桌子上的一条红烧鱼吸引了无凡的注意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 是一条非常昂贵的观赏鱼 一般人根本不会拿来吃 果不其然他们在鱼的肚子中 发现了一根塑料花 花的花瓣和叶子明显有被人折掉的痕迹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闯入了案发现场 他发现现场有人之后 就迅速丢下了一串白色的手串 然后趁黑逃跑了 他们确认之后发现 这条手串应该就是死者丢失的那条 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手串上刻了几个字母 从右往左依次是AKFNR 无凡觉得这就是凶手留给他们的信息 第二天两个人就走访了附近的店铺 他们在一家花店中发现有卖一模一样的塑料花 和鱼肚子中的塑料花对比之后发现 花瓣和叶子的数量都不一样 鱼肚子中的那个塑料花有四片红色的花瓣 两片白色的花瓣和三片叶子 无凡的直觉告诉他 这就是凶手留下的信息 这一点在他看到花店对面的江州第五中学之后 就更加的确认了 无凡立刻让傅雪晴联系学校 让他在学校寻找和423这三个数字相关的地点 最后锁定的地点是寝室的243室 而这个寝室的主人竟然就是欧阳珊珊 警方赶快一顿排查 可是除了逃课的欧阳珊珊之外 再也没有发现别的异常 傅雪晴很生气 无反很无奈 可是没曾想 在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悲剧就发生了 这次的地点正是423寝室 一个清洁女工被人杀害 由于是小长假学校里没人 尸体被发现时已经严重腐烂 傅雪晴十分后悔没有家派警力 但是正是因为这件事 他开始相信了吴凡的推理能力 于是他又找来吴凡协入调查 吴凡在尸体的腰部发现了一条丝带 上面写着不规则的英文字母 他一下子就猜出了 这是一种叫斯巴达旺的古老的加密技术 他把丝带绑在栏杆上 隐藏的信息立刻显现了 Hi Frank, my brother 综合上起案件的那串廉价的白色手串 上面的字母重新排列之后 正是Frank这个人名 可是人海茫茫 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个叫Frank的人呢 尽管找出了密码 可是案件依然只顾不前 之后负责调查监控的警员发现了新线索 案发当天的监控拍到了作案嫌疑人 视频中可以看出嫌疑人手脚麻利 显然是个老手 通过锐化提高清晰度 把犯罪嫌疑人的脸放大之后 他们看到的竟然不是一张人脸 而是一张毛茸茸的 有着红色眼睛的兔子的脸 犯罪嫌疑人居然戴着面具作案 根据吴凡的犯罪策写 犯罪嫌疑人喜欢模仿吸血鬼德古拉 他是个自恋癖 嗜血 喜欢在黑暗中作案 法医界在这时候也给出了一个新思路 在黑暗中作案 一方面可能是模仿德古拉 另一方面呢 可能是犯罪嫌疑人有这个日光恐惧症 也称德古拉症 他没办法在白天作案 只能选择在漆黑的夜晚 晚上吴凡回家 刚和女朋友白若林翻云覆雨之后 疲惫至极 就有一个警察来找他 说抓到了凶手 让他赶快去警局一趟 就在吴凡穿上衣服 准备和他去警局的时候 他借着走廊上的光影发现 警察的警帽 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对兔子耳朵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刀已经架在了脖子上 等吴凡醒过来 发现自己和一个女孩 被囚禁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 通过交谈 他发现这个女孩竟然是欧阳珊珊 清洁女工谋杀案发生时 兔子脸就把他绑架过来了 两个人在对方的帮助下 刚刚解开了绳索 还没来及逃跑 兔子脸就回来了 一顿大乱斗之后 吴凡利用了日光恐惧症 反杀了兔子脸 趁着欧阳珊珊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吴凡就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检查了兔子脸的全身 他在他衣服最里面的口袋中 发现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有五个人在喝酒 兔子脸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让吴凡心头一紧的是 其中一个悠闲的喝着酒的男人 竟然是他自己 这时候吴凡的脑子 一闪过了很多的想法 难道自己就是Frank 难道兔子脸 一直在传达信息给自己 由于害怕吴凡 立刻藏起了这张照片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晚上回家后 还没来及休息 女友白若林就拿出了一个信封 来信的地址 正是吴凡和欧阳珊珊 被绑架的酒店房间 而寄信人的署名是 预测死亡的兔子 信封中装着一个宽不过两尺 半米多长的纸条 一看之下 又是一个斯巴达棒密码 吴凡用那个装人血的杯子 立刻解开了密码 这次他得到的是一个地址 长寿路37号 寄信人肯定是和案子相关 他会不会就是Frank呢 第二天吴凡就立刻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个地方 这是一栋老旧的居民楼 他在附近转了半天 也没有等到预测死亡的兔子 反而遇到去父母家的傅雪晴 傅雪晴对他的行为十分的怀疑 接下来好几天 吴凡依然没有放弃 都在这个老楼附近转来转去 但是预测死亡的兔子始终都没有出现 可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吴凡没有意识到一个眼睛已经盯他很久了 丁吴凡的这个人叫陈雪晴 22岁 在江州市夜总会上班 他是这种老楼的租户 这两天他身边发生了一些烦心事 贴着自己的贴身衣物 无故的丢失 接下来他就感觉到分明有人进过他的屋子 被移动过的花瓶 冰箱里少了那么一点的牛奶 于是他刻意开始留心周围的人 这时候他就发现了鬼鬼祟祟的吴凡 这个晚上下班 疲惫的陈可英倒头就准备睡 可是老旧的床垫发出的吱压声让他心烦意乱 干脆他就把床垫扯掉 直接躺在床板上睡 但是就在他翻身的时候 他的余光瞥见床板的缝隙中 竟然有一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 一大早吴凡就被傅雪晴叫到了公安局 吴凡还以为自己照片的是被发现了 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被举报了 长寿路37号发生了命案 楼里的单身女房客发现有人躲在床下 警方赶到现场才发现 床下竟然是一句干尸 经反应初步鉴定 干尸死于他杀 警方就向陈可英询问最近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 陈可英立刻就想到了吴凡 吴凡不得不把收到预测死亡兔子来信的事 告诉傅雪晴 两人一致认为预测死亡的兔子 肯定和两起案件相关 但是找这个人也太困难了 他到底是谁呢 想从干尸案中找出线索 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干尸案发生的时间太久了 绝大部分线索都被时间抹掉了 物证人员在房间内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更不要说确认死者的身份了 这时候就是主角光环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吴凡在这里蹲着两天 也算没有白蹲 他发现一个可疑的男人出雾这种小楼 傅雪晴立刻派人蹲手 果然没多久这个男人又出现了 他叫田硬波 是个前科满满的无业游民 从17岁第一次进监狱之后 他和监狱这个姻缘就再也没有断过 最后一次进去是4年前 因为肇事逃逸 他刚出来没多久 据他自己交代 因为他看到了陈可颖长得好看 于是便尾随陈可颖 他只承认自己偷了他的贴身衣物 完全否认了和干尸案的关系 经过法医对干尸的进一步检验 可以确定他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死亡时间至少是3年前 死因疑似被电线雷死 无法分析凶手是这个房间租客的可能性很大 警方根据死亡时间排查出3年前 一个叫郭超的租客 嫌疑最大 当年郭超是江州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个研究生 现在他在一个大公司做销售总监 年薪200万那种 傅雪晴先找到了房子的房东 从侧面来了解郭超这个人 在房东的印象中 郭超是一个非常沉默管言的人 两个人就租房子的时候有过一次对话 之后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郭超租了半年 退房的时候连东西都没有拿 不声不响的就消失了 现在他留下的那些东西还扔在仓库里 傅雪晴在郭超遗留的物品中 就发现一个包装精美的耳环 上面还有一个卡片 写着生日快乐 旗 明显是要送给女朋友的礼物 不知道为什么也扔在了这里 警方就顺着这个线索 找到了当年和郭超在一个学校读书的女朋友 叶子琪 从叶子琪那里得知 三年前郭超突然就提出分手 没有任何的理由 干脆利索 两人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叶子琪至今还耿耿于怀 看来三年前在郭超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在郭超遗留的物品中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着很多的公式 和一串串像糖葫芦一样的符号 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公式和密码 乌凡一下子就想起了赫尔默斯的双舌杖 在西方赫尔默斯是代表财富 而那些公式怎么看都像在算比赛的胜率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三年前郭超一定是在压住什么国外的比赛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他下注的金额非常的大 20万 一个普通的学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这些钱会不会和干善有关呢 傅学型决定要亲自去见见郭超本人 郭超本人比照片上足足胖了两圈 西装革履一副商务精英的模样 傅学型差点没有认出来 但毕竟已经过了三年 样貌发生变化也是正常的 两个人的谈话中 傅学型就能明显感觉到 郭超这个人非常的沉稳老烈 说话滴水不漏 问询的过程中 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破绽 想要调查郭超的人不止警方 吴凡也非常的想知道郭超到底是谁 他到底和Frank 和预测死亡的兔子到底有没有关系 所以吴凡也在悄悄的跟踪郭超 他发现郭超来到一个高档的餐厅 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在吃饭 从郭超体贴入微的模样 可以看出这个女子应该是他的女朋友 吃完饭 郭超结账先走了之后 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服务员若无其事地 递给了漂亮女子一个信封 信上的内容似乎让女子大吃了一惊 第二天 一个叫罗巧珍的女人就找到了吴凡 他正是昨天和郭超一起吃饭的女子 罗巧珍拿出了一个信封 信上写着 你了解睡在你身边的男人吗 他对你撒了谎 署名是行走的干尸 原来昨天罗巧珍收到信之后 他就查了当天的监控 发现了吴凡非常可疑地跟着自己 所以他今天来找吴凡 就是为了确认他是不是行走的干尸 吴凡这才惊觉 原来昨天跟踪罗巧珍的人 不止自己一个 罗巧珍遇到郭超之前是在酒店前台上班 遇到郭超之后就一直在家当全职太太 郭超每月的工资都会如数上交 罗巧珍一直过着贵妇一般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身边的这个男人 直到这个行走的干尸的出现 这个行走干尸除了季登峰信之外 他还给罗巧珍发了信息 信实际上说 你要想了解郭超这个人 就去查查江州第五中学宋思琦 罗巧珍把这件事情也告诉了吴凡 二人找到傅雪芹来调查宋思琦 不愧是刑警队长 很快就调查出来了 三年前第五中学发生了一件 绑架撕票案 而案件的被害人正是宋思琦 当年宋思琦的父母虽然听话的上交了赎金 可是一周后宋思琦还是被发现 死在了一辆报废的汽车中 死因是电线勒紧 案件至今悬而未决 而宋思琦的死法 竟然和干尸案的死法 是一模一样的 不仅如此 几个人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三年前郭超竟然就是宋思琦的家庭教师 两起案件终于被郭超这个人联系起来了 他们大胆猜测 郭超参与了当年的绑架案 收到淑金后 他见钱眼开 杀掉了宋思琦和另一个绑匪 独吞了淑金 就在这个时 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商场卫生间的隔间里 发现了一个被电线勒死的女性 被害人是叶紫琦 郭超的前女友 而发现尸体的人 竟然是郭超的现女友 据罗巧珍说 他是收到了行走干尸的信息 约他来这里见面 可是他到达这里之后 却发现了死去的叶紫琦 结束了警方的问讯 回家之后的罗巧珍 发现温柔体现的郭超 这时候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他拿着棍子逼问他 行走的干尸到底是谁 罗巧珍其实在警局没有完全说实话 他其实今天在案发现场看到了郭超 就在他走进卫生间之前 他看到了从卫生间匆忙出来的郭超 面对眼前这个发疯的男人 他绝望的拿着手机 就在这时突然弹出了一条信息 让他赶快逃跑 而发信息的人就是行走的干尸 郭超看到这个信息也是大吃一惊 罗巧珍就利用这个间隙逃了出来 连鞋都没有补上穿 郭超很快就追出来了 眼看就要被追上之时 一辆车停在了罗巧珍旁边 上车之后开车的人对罗巧珍说 自己就是行走的干尸的一员 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 而这个组织的老板呢叫宋伟林 就是绑架撕票案受害者宋思琦的父亲 宋伟林有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 要告诉罗巧珍 于是呢就让自己来接他 车子直接驶入了郊外宋伟林的别墅 罗巧珍独自走进别墅去见宋伟林夫妇 而他走上二楼 看到的却是被吊在天花板上 宋伟林夫妇的尸体 罗巧珍发疯一般冲出别墅返回车中 想告诉司机里面的人已经死了 这时候他发现司机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 罗巧珍定睛一看才发现 司机的脖子上缠着一圈一圈的电线 就在这时 一束手电光从后座打了过来 借着手电的光 他看见那个男人的脸 波抄 罗巧珍发疯一般从车里冲了出来 迷迷糊糊没有方向 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 直到遇到了一群人 他喊着全部都被杀死了 然后就人事不行了 傅雪行后 吴凡在医院见到了已经精神失常的罗巧珍 他嘴里反复嘟囊了一句话 全部都被杀死了 精神科医生用催眠的方法 让他说出了昨晚发生的事情 一行人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 他们果然发现掉在天花板上 宋伟林夫妇的尸体 以及坐在车里的司机的尸体 大家注意力都在这几具尸体上 可是吴凡却注意到别墅二层 一幅油画中有一个奇怪的日期 4月13号 吴凡知道这又是凶手留下的信息 就在警方调查案发现场的时候 从医院传来了消息 说罗巧珍被郭超带走了 警方这边在对郭超的调查中 也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情 三年前那种老楼上网 使用的是局域网 每户一个端口 按月交费 房东都把这些消费人的名字 整整齐齐的列在他的本子上 可是本子上却没有郭超的名字 但是郭超的电脑却有上网的痕迹 警方调查后发现 使用郭超电脑上网的端口 竟然在他的隔壁 而隔壁房间的主人叫王自立 在对王自立这个人的调查过程中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这个人仿佛是透明人一般 没有任何的身份信息 甚至连这个名字都很可能是假的 警方立刻联系到郭超在老家的父母 据他父母说 三年了 郭超一次也没回过家 只是偶尔用短信跟他们联系 通过DNA检测 警方证实了床下的干尸 正是郭超 而现在的郭超 就是这个神秘人王自立假扮的 就在警方追捕王自立时 郊区的一个砖厂发生了灾灾 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 在砖厂附近被发现了 她正是被王自立带走的罗巧珍 扑灭大火之后 警方在烧焦的废墟中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正是王自立 陈可宁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她辞掉了夜总会的工作 准备和过去的生活正式道别 她都想好了 她准备用这笔钱 给家里盖一栋二层小楼 然后再给自己开个服装厂 就在她兴高采力的回家时 却发现家中异常的安静 她疑惑的走进家门 没留一脚下 被一个东西绊倒了 她低头一看 那正是她父亲的腿 父亲躺在那里 没有一丝的呼吸 她跌跌撞撞的爬进屋里 她发现被吊在天花板上的母亲 以及趴在书桌上 被电线勒死的弟弟 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时 一个男人用铁丝勒住了她的脖子 粗声粗气的逼问她 三百万到底放在哪里 陈可宁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 她颤颤巍巍的手 直向了鸡窝 就在男人冲向鸡窝的时候 警方破门而入 傅雪芹说 原来三百万赎金就在这里 你找钱找得很辛苦 我们找你找得也很辛苦 田应波 原来整起案件的主导者 就是田应波 整个作案过程 田应波太想把凶手嫁祸给王自立了 所以她露出了三个破绽 被警方发现了 第一个破绽 那天晚上田应波假扮成宋伟林的司机 接罗巧珍去别墅 事实上早在那之前 她就把真正的司机杀掉 放在车库中 她趁罗巧珍进别墅的功夫 把尸体搬到了驾驶位上 让罗巧珍以为凶手就是王自立 可是警方从尸体的尸斑上发现了破绽 如果坐着死亡的话 尸斑会集中在屁股和大腿上 可是死亡司机的尸斑 却集中在后背上 第二个 田应波准备假扮王自立去劫走罗巧珍 但她没想到 真正的王自立当天也去了 警方从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两个王自立 第三点 警方查过王自立的通话记录 在罗巧珍失踪后 王自立多次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之后王自立还从银行卡提款了100万 号码应该就是田应波打来的 向王自立勒索100万输回罗巧珍 原来当年田应波在地下赌场认识了郭超 郭超向田应波借了10万 全部都输光了 田应波无意中得知郭超在给很有钱的宋思琦 当家庭教师 于是他就要挟郭超一起来绑架宋思琦 本来两个人商量的好好的只要钱不杀人 可是由于田应波他害怕事情败露 就撕了票 二人就产生了分歧 郭超就把赌金藏了起来 郭超就把赌金藏了起来 二人在争执之中田应波就把郭超给杀死了 本来准备先处理尸体再寻找赌金的他 出门就撞死了一个人 然后因为肇事逃逸被判了四年 放出来之后他还惊奇的发现 尸体的事情竟然没有被发现 而尸体竟然好好的还躺在床下 但是明显被人移动过 他立刻知道有人发现了三年前的事情 他当时立刻就想到了 隔壁那个鬼鬼祟祟的小子 当时他和郭超发生争执的时候 隔壁的人就一直鬼鬼祟祟的在旁边探头探脑 通过调查他得知那个人叫王自立 当年啊他一直非常喜欢一个叫罗巧珍的女子 当然啊他出狱之后 调查王自立这个人是怎么都没有查出来 但罗巧珍他很快就找到了 在跟踪罗巧珍的时候 他意外的发现和他在一起的男子 竟然就是王自立 但是所有人都叫他郭超 天英波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他就利用行走干事的名义 利用了叶子奇 利用了宋伟林夫妇 策划了整起案件 后来他才发现王自立根本就没有找到赎金 而赎金还在那个出租屋里 他被现在的租客陈可颖给卷跑了 他做了一切算是白忙了一场 最后来说一下王自立这个人 他有个辱名叫柱子 他其实是一个被拐卖的少年 当时他的养父母啊花了两万块钱把他买过来了 他们也知道这是犯法的 所以一直就没有给他办身份证 所以他就是一个黑户 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 他没办法像正常人一样上学工作 直到他看到了郭超被杀案 他觉得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他盗用了死去郭超的身份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坐上了销售总监 还和心仪的女子走在一起 直到这个行走的干涉的出现 他才知道事情败露了 于是他才发疯一般的去寻找这个人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被罗巧正误会了 以为这些事都是他做的 天音波被捕后 案件尘埃落定了 可是吴凡心里还对油画上 那个4月13号的日期耿耿于怀 他又来到了案发现场 找到了那幅油画 发现油画用了一种叫 银血术的复杂的加密方法 破译了几天之后 他得到了一串文字 冒险乐园 地域谷 天堂 积德船长 他从文字判断 这是指江州市冒险乐园里面 地域谷的一个叫天梯的地方 那儿有一个积德船长的蜡像 他马不停蹄地感到蜡像所在之处 发现他哪是蜡像啊 竟然是一个气若油丝的老男人 男人发现吴凡之后 立刻紧紧地抓住他 说有人要传一个口信给他 如果他会说就会被打死 而口信的内容只有三个字 白若林 OK第一本的故事讲完了 日之后事如何 点赞过千 我们继续更新